那天道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骄傲 傲慢 各位有钱人会不会骄傲啊 如果有钱人没修行 他就会骄傲 有没有看到我很有钱 开宝马的啊 还傲气一点点 那有钱人如果要修行 他就不会傲气 他会很谦虚不失啊 帮助贫穷啊 所以天人有傲慢的缺点 那人 阿修罗道有什么缺点呢 阿修罗道就是 嫉妒心 嗔恨心很强 虽然有钱有福报 但是呢 很喜欢打架 女生呢很喜欢漂亮 到了八十岁还在化妆 就怕人家说我丑 那种心态叫阿修罗心态 那人道有什么问题呢 人道就是欲望强 一间房子 两间房子 三间房子 四间房子 猛赚 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就欲望不能够满足 叫人道 知道吧 很想想想 所以这个叫三善道 然后畜生道呢 畜生道就是愚痴 因为愚痴不信因果 造恶业才会堕落畜生道 因为愚痴 骗人家钱 借钱不还 各位你要想一想 像我们要出家 师父都问 外面有没有欠人家钱啊 没有 没有不算 想七天再来讲 我们出家都要想七天 这辈子哪里做错做错错 要一一的愧疚 真的有欠人家钱 想好了 赶快还人家才能出家 因为人道呢 大家呢 就是追求金钱 畜生道 我想了 愚痴 不信因果 欠人家钱 然后你叫做牛做马 还人债 这样知道吗 还人债就是这个意思 我讲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有钱人家 那么他家有工人 每天帮他煮稀饭 煮稀饭 然后呢 稀饭煮起来 这个工人想说 一碗饭 等一下我要吃的 先把它放在厨房 然后先把它主人的饭菜 弄好给主人吃 但是他主人后花园 养了一只猪 这只猪花花的蛮漂亮 他主人也不舍得杀 就养在后花园 但是这只猪 每次都跑到厨房 偷吃他的稀饭 这个工人就很生气 有一天真的气得不得了 把那个铁条拿到厨房 烧得红红热热了 然后就打那只猪 啪一直打 那个猪被打了身体都流血受伤了 跑到山里面去了 然后那一天晚上 他们主人在睡觉的时候做梦 梦到什么 梦掉他生病死掉的弟弟来了 哥哥啊 哥哥啊 我是你弟弟啊 现在出生在家里做猪啊 因为呢 你的工人打我啊 我现在躲在山上好痛苦 你赶快来救我啊 哇 哥哥真的有这种事 跑到厨房一问 还真的呢 我工人打我那只爱猪 哇 赶快叫人家找回来 结果那只找回来的时候 猪已经流太多血啊 烟烟一洗 回来以后就死掉了 他哥哥想 哎呀 我弟弟堕落着猪 还投在家里 怪不得我这么爱他 他死掉了 给他买了买了 那时候他们工人说 把猪买了 多可惜啊 拿去卖死猪也有钱啊 就把这只猪抬去卖了 在市场卖了多少 五百块 回来以后啊 就跟主人啊 我们没有把猪买了 猪死了 都可以卖钱了 我们没有贪污哦 五百块交给你 他哥哥看到五百块哭啊 他马上想一件事情 我知道了 我弟弟欠我五百没还啊 死了被卖掉了 还要还他五百啊 各位可不可怜啊 欠钱你不还 不还你叫做牛做马 还人债 就是这个意思啊 畜生道就是因为 愚痴不信因果 所以堕落畜生啊 啊 那鬼道呢 鬼道就是贪心永不满足 叫鬼道 欲望很强 啊 像男生啊 天天想要赌博 鬼道心态来了 啊 像女生啊 天天坐在家里想老公 鬼道心态又来了 啊 欲望不满足的心态 就是鬼的心态 还有一种地狱 地狱就可怜了 叫称恨心 你恨一个人 恨得很厉害 不能解决 恨得睡不着觉 真想把他杀掉 这个叫地狱道 像火在烧一样啊 所以各位 我们修行要脱离六道轮回 你要知道我们要修什么 我们不要下三恶道 那你就少贪心 少称恨 少恨 因为这个三个心态会制造行为 那么就会让你堕落三恶道 进一步呢 各位多布施啊 布施给别人快乐 你升天啊 好快乐 如果你升起一个 我要解脱轮回 那你叫阿罗汉心 升闻心 如果你升起一个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服务众生 愿大家都离苦得乐 你叫菩萨心 升起了菩萨的心 但是呢 为什么要做菩萨 因为我要成佛 我成佛才可以帮助轮回的 爸爸妈妈离开痛苦 我讲到这地方 各位要有一个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什么 我们的生命有无量式的轮回 每一次都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所以无量式的轮回 我们就有无量的爸爸妈妈 所以呢 每一个众生都做过我的爸爸妈妈 包括出生在家里的蟑螂蚂蚁 隔壁的那只狗 隔壁的阿光阿嬷 都做过我的爸爸妈妈 各位 这就是大乘佛教所讲的空性 空性的智慧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我的存在 不是单独的存在 我的存在 你没有太阳我不能活 没有水我不能活 没有空气我不能活 就像各位手上拿一张纸 这一张纸就是空性 为什么 这一张纸是太阳造了小树苗 矿物质水空气 长成了大树 透过工人工厂技术人员 电源制造等等 我才有这一张纸 所以这一张纸等于跟世界合为一起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纸如果离开了三河大地 离开了人 哪有这张纸 所以这张纸不是单独存在的 它的本体是空性 缘起信空 没有一个永恒单独存在的我跟子 一切都是因缘合合的 麦克风是由非麦克风的元素所存在 现在我问各位 请问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太阳 有没有太阳存在 有啊 我们吃的水果就是太阳的力量 没有太阳的光能 照着这个水果树叶 怎么会有水果的 所以我们身体有太阳 请问你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大地 有啊 没有这个土地的矿物质 你吃下去就怎么活啊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太平洋 有没有中国海 整个的河流都在我身体里面 人的生命70%都是血液啊 所以各位 你要有这样子的思想 有这个思想里 我跟世界合为一体 我就是太阳 我就是风 我就是水 我就是蚂蚁 我就是领导 我就是一切一切 因为离开了世界的一切一切 哪有我的存在 所以世界的一切 包括一切生命 都是我生命存在的住院 都是爸爸妈妈 各位要这样想 真的要有这个想法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不会破坏世界 你不会伤害人 你会充满了感恩的心 世界是母亲啊 众生是父亲啊 我单独离开痛苦 这是自私的 我如果要 这个我 变成不是单独的我 世界就是我 众生就是我 唯有世界平安 叫庄严国土 唯有众生离苦 叫成熟有情 我的生命才圆满啊 这个就是 佛教大称 佛教伟大的思想 今天我们归一三宝 归佛 为什么要归佛 我从今天开始 要用我的佛性 来过生活 来思考 来讲话 来做事 而且我要走路 成佛之道 今天你为什么 要归佛 就像木材 木材本身 如果不是木材 你给它火没有用 木材本身 有火的本性 木材可以起火 塑胶可以起火 我今天归一佛陀 就是相信 我有成佛的本性 佛已经成佛 我是未成佛的凡夫 所以我要跟佛陀学习 请记住这句话 佛教不是天天拜拜而已 佛教是老师跟学生的教育 医生与病人的交流 我们要跟他学习 今天我是最好的老师 各位是学生 我在上课的时候 你不听我讲 不要怪我讲不好 有第一名的学生 跟最后一名的学生 老师是尽量找出好的方法 来帮学生 但是学生也要自己努力 首先你要碰到好老师 第二你要做好学生 那这样子才能够圆满 所以各位呢 佛是生命圆满的医生 佛的功德是什么呢 跟我背一下 来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力 叫大智 大悲 大力 三圆满 你就成佛 大智慧从哪里来呢 各位现在在听我讲话 会分析 就是你的知识能力 你要把知识能力 变成了解真相的智慧 从今天开始 要打坐 要听闻佛法 要看佛经 要去思考 而不要笨笨的看表象 要破一切像 不能执着猫啊狗啊 有些有个男生的师父啊 我好想谈恋爱 看到女生好漂亮啊 我本来想跟你出家 结果现在女生 比观音菩萨还美哦 我说是啊 那是你的忘心在作祟 那你怎么看到母猪 不说她漂亮啊 你怎么看到母狗 不说她漂亮 她也是母的啊 母猪母狗 我是人啊 我说你着相啊 母猪母狗也是母的啊 但是因为你执着你是人 然后你就执着那个形象 我跟你讲 我说你不是爱女人 你是爱妈妈 佛经说 男人为什么投胎做男人 当他爸爸妈妈在做爱 欲望很强的时候啊 他爱上了妈妈的肉体 投胎做女生 知道吗 男生 爱上了爸爸的身体 他投胎做女生 所以儿子跟妈妈好啊 女儿跟爸爸好啊 那你如果问我将来结婚 要娶哪一种人很幸福 那个女人长得像你妈的 你娶她就幸福了 那个男人长得像你爸的 你会爱他爱得要死了 因为我们是执着这个像来的 所以各位要了解 了解以后 你慢慢去分析 你就会破像 哎呀 这个外表 里面是什么 血啊 骨头啊 肉啊 哎呀 最干净的东西 里面都是不干净的 我们台湾人讲 脑也晒 皮靠有皮靠 皮靠有皮靠 整身有脑子都晒 对不对 你想清楚 有什么好爱的 但是这就是他皮肤好美啊 他的身材勾引我啊 这个男人好帅啊 好帅啊 公猪怎么不帅啊 所以每个众生都被他的心 阴导了 所以你要改变你自己 你一定要净化你的心 用你的佛性来看 啊 猪也是我妈妈 男人做过我父亲 女人做过我母亲 我怎么可以对他有欲望呢 就像我有结过婚菜来出家的 那么我想要出家的时候啊 我每天晚上跪下来 都会拜我过去的太太 谢谢她成就我 然后送她去睡觉 她睡她的 我睡我的 她就很生气 你跟我结婚 为什么不跟我睡觉 我说我怎么可能 抱着观音菩萨睡觉 我怎么可以欺负我妈妈呢 对我来讲 你就是我的妈妈 我的观音菩萨 我天天这样子的感恩顶礼你 因为对我来讲 我礼拜他的佛性 我对我儿子 我都跪下来拜 各位会觉得很奇怪 没有我儿子 我怎么知道 怎么去爱人呢 夫妻还是一种交换的爱 夫妻这个爱会改变呢 如果我去爱别人 他马上在骂我 扛我 离婚 但是儿子的爱 是血肉之爱 亲情 永远割不断的 因为我爱我的儿子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好自私啊 全天下小孩子这么多 我都不爱 全天下小猫小狗这么多 我都不爱 我还输我儿子了 我儿子有一次 以前跟我回家的时候 晚上 结果一只小猫 在呱呱呱呱 一直叫 他说爸爸爸爸 有猫在叫 我说我爸爸看不见 十点半睡觉 他爸爸一定要找出来 他那个叫很痛苦 他找不到猫啊 原来在水沟里面 然后九牛二虎之力 把那个水锅盖 弄了老半天弄起来了 还找不到猫 为什么 他跑到水沟里面的 那个小洞里面 躲在里面叫 他妈在楼上叫 你们父子干嘛 还不睡觉 我说你儿子在找小猫啊 猫苦受不住 我负责找啊 搞到十二点多 还找不到猫 终于知道他洞里面 怎么办 不出来就不出来 因为小猫怕人啊 我就跟我儿子商量 说儿子啊 爸爸呢 去拿砖头啊 把那个洞坐楼梯 那小猫啊 就在楼梯 爬下来 然后再坐一个楼梯 让他爬上来 然后我们去睡觉 好不好啊 明天早上才出来看 他有没有出来 他才甘愿跟我去睡觉 一大早还要把我叫起来 爸爸爸爸 赶快下去 我们两个又下去 一下去 这下惨了 那只小猫是上来了 结果因为他身体湿湿的 就在那边 人家早上上班 把那只猫碾死了 哎呀 我不敢让我儿子看 我赶快给他抱着他 不要看 他非要看 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啊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儿子说 我们两个进去救了 但是小猫 有小猫的因果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安慰他 我们把他尸体用木板 然后装起来 我就带他去外面做一个魂墓 两个在那边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还带他在寺庙 写一个牌位 小猫牌位 然后他就帮他拜 我那个时候回来 我就想 我输我儿子 我儿子比我还慈悲 生命对他来讲 不是光人 是任何一条生命 他都是这么样的努力 所以我顶礼他 所以这样子的生命 这么宝贵 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对佛教很有兴趣 我家里提出 第一个提出要出家的 不是我 是他 带他去佛事拜拜 他投钱贵老半天 一直磕头 我就问他 儿子啊 你发什么愿呢 我发愿出家做小和尚 我说人家做小和尚干嘛 你知道吗 你做小和尚干嘛 出家修行啊 我就开始研究了 什么叫出家修行 所以各位 人有过去世的 人是不断的轮回的 所以我要出家之前 我当然跟他顶礼了 因为 为什么我先出家 他的祖母把他带到房间 说 哎呀 孙子啊 如果你先不出家 我全部的财产都给你啊 你答应阿嬷 先不要出家 等阿嬷死了 你们才去出家 他阿嬷想说 我儿子如果不出家 我就不会出家了 结果我儿子跑出来说 爸爸 你先出家 我已经答应阿嬷照顾他 所以我就跪下来跟他磕头 儿子啊 那就 这两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我先出家了 你替我受苦好好照顾 结果我要出家的时候 他妈就打他 一直打 他妈不打儿子了 但是打他就知道 我心痛就出不了家 结果我儿子都不哭 被打得不哭 我心里痛啊 痛啊 我还是离开了 他成全我 所以我也很精进修行 我很精进的 我对不起我的太太 我让我儿子受苦了 我对不起我的妈妈 这些老人家 但是出家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报恩 我做我儿子的模范 我爱我的老婆 我真爱她 但是爱不要建立在 做爱占有 我愿她离苦得乐 所以各位 哪一天你老公要出家 你要好吧 去吧 为什么 我爱你 我愿意你离苦得乐 以后你要牵着你老婆的手 老婆我好爱你 她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我要出家 出离自私 欲望 感情占有的家 让大家离苦得乐 这个就是出家的因 当然各位出家要有因缘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出家的 你过去是要中了出家的因 这辈子你看到和尚 就会很欢喜 很想出家 我是到了寺庙的第一天 看到出家就很高兴 看了一本书 我第二天就决定要出家 就是过去是中了因 就像汽油碰到火 马上起了火花 如果你是冰块碰到火 就没用了 你是问出家不错 但是我不要出家 因为你没种下这个因 所以各位 你在拜佛 你要拜佛 拜佛要发愿 愿我来世得以出家 如果你现实不出家的话 然后要供养出家人 种下出家的因 或是受八观在界 种下出离解脱生死的因 我们修行就修这个 所以我刚刚讲了 六道轮回 各自都有他们的 我慢心 欲望强 怀疑称恨 贪嗔痴 造成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要修行 各位要知道 改变你的心 刚刚我带各位念了 我们为什么要归伤保 归佛 就要消灭自我的贪心 佛是大智大悲 大雄利的成就者 这个就是人格的发展 各位今天 你称为自己是个佛调徒 你要做人格发展 把知识变成智慧 把感情变成 无分别平等的慈悲心 执着的爱 让你好痛苦 痛不痛苦 你现在很痛苦 我儿子 我老公 我孙子 每天都是我 因为你对他有感情 你就放不下 所以要把自私的感情 变成平等的慈悲 再来 要把个人的意志 变成成佛的愿力 不要说我只想买房子 我想要做出名的人 我想要做领导 我想要做董事长 光这样想 那你是自私了 我们要把自私的 这样子的动力 变成奉献的愿力 所以佛做到了 也是我们人追求的目标 太区大师说 人成即佛成 人格圆满 你就成佛了 人格圆满 要看三个方面 我们背一下 来 爱心 智慧 勇气 这三个圆满 我们中国人讲 大学之道 我们要成就 智 人 勇 三达德 智慧 仁爱 勇气 三达德 叫大学之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我们各位来学佛了 各位不要说 我手上挂的链珠 很会拜拜 你人格如何 待人处事如何 心态如何 有智慧的人都不执着 什么叫智慧 各位跟我背一下 当假的看 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 像演电视一样 你要随时当假的看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爱情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说假的就没关 就没关 被抛弃了要偷笑 结果你很认真 当真的看 我老公不爱我 我女朋友找别人恨得要死 明明是假的 你干嘛这么认真 当假的看 再问你 身体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既然是假的 臭皮了 随缘吧 所以各位 当假的看 你就不痛苦 知道吗 太认真了 你就痛苦 所以你现在手上 牵的你的儿子 好温暖 真的还假的 你搞不好牵的是 素氏的仇人 你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对你 最伤害的都是你爱的人 你欠他很多债的 你就爱得好深 知道吗 这一点你要认识清楚 所以欠人家才要还 但是要教育他 转化 不然你就这样 一直纠缠下去 不好 所以当假的看 就解脱了 那么 但是呢 第二句话要怎么样 当真的做 当真的做 就是慈悲的 虽然世界是假的 但是痛苦明明存在 人家没饭吃 人家生病 他在得癌症 我们要很慈悲的对他 当假的看 叫般若智慧 大智慧 超越一切 当真的看 叫大慈悲 愿力 利益众生 好 现在出太阳了 赶快念 来 那么阿处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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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佛光普照 众生消夜 同德离苦 各位 阿处如来 也叫不动如来 他过去还没有成佛以前 叫不动比丘 为什么叫不动 他跪在佛前发愿 我从今天开始诸佛做证明 如果我不动 对众生起憎恨心 我等于欺骗十方诸佛 堕落无间地狱 愿我将来成佛以后 投胎到我的国土的众生 都是修不生气的 各个面相庄严 所以他的国土叫妙喜净土 为摩洁基士就从那边来的 所以不动比丘这样发愿 不起欲望的不动 不起憎恨的不动 而且这个世界如果有刮大风下大雨 各位也要赶快念不动如来 那么就把这个大风大雨大灾难消除掉 再来呢 各位如果喉咙不好 呼吸器官不好 不动佛也发愿 那么你如果念不动如来 你的呼吸器官会改变 不动菩萨还有一个愿 不动佛 如果有小孩子死掉了 或甚至小孩子不得不被堕胎的 你念他的名字不动佛就带着这一个受苦的小孩子 甚至我们大人没有办法了 不小心怀孕了 我们堕胎了 我们希望这个小孩子啊 不要再轮回受苦了 你只要帮他念不动佛 或是不动佛的心咒 就可以超度了 这样知道吗 所以当你念不动如来 或是阿处如来 就产生这么大的功德力 所以来 大家为一切众生 一切小孩子而念 再念三次 来 拿摩阿处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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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爱生气的要念 欲望强要念 因为不动佛是修断欲望 断称慧而成就的 你爱生气的 你赶快念 他加持 不动佛还有一个愿 今天有个人在旁边 想要强暴你 你赶快念不动如来 他心中的欲望就消除了 所以呢 这些不动佛的本愿加持 每一个佛都有 他因地怎么修的 像阿弥陀佛 是修什么而成佛的呢 阿弥陀佛是圆满了 两个波罗蜜而成佛的 跟我背一下 禅定波罗蜜 波罗蜜 所以你心很乱的时候 赶快念阿弥陀佛 就转繁心去妄念 阿弥陀佛是修波罗的智慧而成就的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会放下世间的一切 因为很执着 你就不能往生嘛 我们执着世间 你就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有这个厌离心 你要有出离心 你要有智慧放得下 那你要念阿弥陀佛 知道吧 阿弥陀佛可以消你的业障 让你代业往生 那不动如来是修什么波罗蜜而成就呢 顺便背下来 持戒波罗蜜 忍入波罗蜜 所以戒的功力太大了 各位以后看到人鬼上身 磨上身 你会怕鬼 你要念阿弥陀佛来 戒的功德力 不可思议超过禅定的功德力 忍入波罗蜜 忍入是最有力量的 向好庄严都是从忍入来的 所以阿弥陀佛来是对峙魔鬼 对峙坏天气 对峙忍心 最强烈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山里一尘空 同战如来 今晚 佛的时代有一只独龙在地方上作怪 二十个阿罗汉比丘飞到那边 一直打坐诵经 龙还是照草 后来有一个老比丘过来 他只这样 那只龙了变乖乖的小虫 这二十个阿罗汉比丘 你也是阿罗汉 我也是阿罗汉 为什么我们禅定 这样子的入定念经没有用 你这样三坛子就有用 这个老比丘说 我呢 自从随佛出家以后 小小的戒力我都遵守 我以戒的力量 那么来降服这个独龙 各位戒的力量 受五戒 受八观哉戒 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阿罗汉来可以降魔 有这么大的力量 就是因为他守戒力圆满 跟忍入圆满 那五方佛的第二尊佛 也很重要 跟我念一下 拿摩宝身如来 各位一定要多念 为什么 愿大家都发财 像我有一个外号 叫摇钱树 以前人家家里没钱 公司快倒了 只要挂我的名字就发财 我叫摇钱树 所以呢 我出家 我能再加到出家 我福报都比别人大 你要修这个 让别人看到你健康 让别人看到你发财 本来健康看到你生病还得了 本来发财看到你漏财还得了 保身如来就修这个成就了 无执着的大布施 叫布施波罗命而成就的佛 保身如来 所以叫保身 财保出身 所以各位 以后看到贫穷人 你就要帮他念 那么 宝贝 不 我